紐西蘭卡瓦勞大橋 號稱高空彈跳發源地 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遊客 前來朝聖 不過這名來自大陸的大媽 卻因為語言不通 鬧出笑話 站在離地43公尺 大約14層樓高的橋面上 大媽開心揮手 下一秒教練倒數計時 3 2 1 放棄球 教練不斷地喊jump jump 大媽卻沒有往下跳 反倒站在跳台上 叫得越起勁 3 2 1 放棄球 加油 GO 加油 你好 教練不死心 甚至幫她加油 沒想到大媽這次 則是跟跳針一樣 不斷地幫自己加油 加油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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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這樣大媽在跳台上 不斷地大叫跟喊加油 持續了兩分多鐘 最後教練對她分析 比手是要她往下跳 大媽這才恍然大悟 1 2 3 原來大媽是把英文的jump 聽成中文的叫 才會做出這樣的舉動 最後大媽一躍而下 一隻鞋子還被甩了出去 結束這場搞笑的高空坦跳 記者張惠霖報導